北部已经上了十多天的雨了 全台湾这两天也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而今年的耶旦夜天气的温差可以说是蛮低的 不少民众耶旦大餐可能会选择吃火锅 不过国舰署就提醒 如果你一个礼拜就有一餐是吃火锅 代价就是这个冬天会增胖5.3公斤 耶旦佳节到来 但24 25号全台湾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苗栗以北最低13度 中部东部14度 南部最低15度 这样的天气民众过节聚餐的考虑选项 就是吃火锅 那为您送上的是蒙古的红锅跟白汤 浓郁汤头让人食指大动 但国民健康署提醒 喝两碗就会超标 对于山高的民众还有通风的民众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心脏病跟中风的发作 还有通风的急性发作 而且会干扰到我们血压血糖血脂肪的控制 还有我们的体重 有鱼有肉还有饭后甜点冰淇淋 民众觉得划算的吃到饱 冬夹西夹之后 食物中的高热量就是增胖的大圆胸 若以60公斤的成年人为例 一餐就会吃下3800大卡的热量 如果每周吃一次 一个月就会增胖1.6公斤 冬天过完人也胖了5.3公斤 第一个这种丸子脚类火锅料不要吃 第二个吃饭比吃面好 第三个先吃青菜 再吃其他的肉类 第四个吃鸡肉或鱼 是比牛肉或者是五花猪肉要来的好 一盘牛五花吃下8片 热量就有518大卡相当两碗白饭 六颗贡丸也等于一碗饭 再来一杯柠檬红茶也有100大卡 只是这样就已经超过一餐的建议摄取量 民众过节想满足口腹之欲 也要为健康多想一想 UDN TV李文浩月佳妮台北报导